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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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地 佛说无量寿经 作为大德比丘 作为君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佛告歌难 耳时法藏比丘说此愿意 以记颂队 我见超市愿 地质无上道 师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我于无量节 不为大师族 普记族群族贫苦 事不成等觉 我自致成佛道 民身超十方 究竟有不闻 事不成等觉 离避欲 生正正愿 竟会修犯恨 自求无上尊 为足天人师 神力眼大光 普照无忌笃 消除山构民 民计众恨难 开笔智慧言 灭此昏芒暗 避塞足恨道 通达善去门 功着尘满足 威要朗时风 日月急重徽 天光影不现 为众开法障 广失功德宝 常于大众中 说法施子吼 供养一切佛 具足众德本 愿会西成满 得为三界雄 如佛无碍智 通达弥不照 愿我功德地 等此最圣尊 施愿若克国 大千应感动 虚空足天神 当欲真妙花 佛告阿难 法障比丘说此愿送仪 应使谱地六种震动 天欲妙花 以善其上 自然应曰空中战年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于是把藏比丘 具足修满 如是大愿 成地不须 超出世间 生要极灭 好 先看这一段 这是说诵 内印第六章 前面 法障比丘 四字在王庐来坐下 得佛印证 称信孙宣说四十八大愿以后 那么释迦牟尼佛转述告诉阿难 当时法障比丘说完四十八大愿之后 又成佛神力说了这一个祭诵 这个祭诵主要是表达誓言 这个誓言是什么 前面是愿 后面是誓 发誓 一般的菩萨发愿之后 都要发一个词 使这个愿更为坚固 就好像我们看普贤十大愿王 无论是礼尽诸佛称赞如来 说完的发愿之后 后面都会有一段虚空戒净 众生戒净 众生夜净 众生烦恼净 我此什么什么愿 吾有穷尽 念念相续 吾有间断 生于夜吾有疲怨 这解决就是誓 前面就是愿 那么在这个技术里面 一共分为十一个技术 十一个技术分两大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就是建立誓言 第二部分就是请求内应 建立誓言就是前面的十个技术 最后一个技术就是请求内向感应 好 这个技术放在四十八大愿之后 它是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不仅是用誓来把前面的愿 更为坚固 牢靠地巩固下来 作为未来完成这个誓 愿 大愿的一种 巨大的动力技术 而且这个技术也把前面四十八大愿 几个本质性的特点 以及法藏比丘这个施舍 完成这个大愿的方法 程序也都说出来了 那先看前面三个技术 我建超誓愿 逼致无上道 誓愿不满足 誓不成等觉 这个四十八大愿是什么 是超誓之愿 这个超誓愿是把四十八大愿 最本质的一个内涵 表达出来 什么叫超誓愿 首先从能发愿的心来说 法藏菩萨发愿的当下 他是以十项心发出来的 这个历来诸经家 讲这个发愿时候 法藏菩萨的正地 正位在什么位置 有的说是初地菩萨 有的说是八地菩萨 无论是初地还是八地 就是大菩萨所发出的称和法性的大愿 所以这个十项流出的愿就超越了世间 这是从他能发的心来说 所以他就叫超誓愿 但从数发的内容来看 他要建立超圣十方无量佛国最殊胜的插度 这个插度就等同于涅槃 这个插度能让一切众生得到安稳 能够让一切众生快速成佛 是法界当中最殊胜的道场 他的表现形态也是穷威极妙 从他能发的愿的内容上来说 也是超约世间和初世间 一切插度 一切功德的大愿 所以法上菩萨就很自信地说 我这里建立的愿叫超世愿 这个超世愿 这个超世两个字也就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就是究竟的生命的 这种终极关怀 初世间法 那么初世间法是大乘佛法最本质价值的体现所在 不是求人天福报的 不是在这世间里面搞来搞去的 这个世间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 都是活窄的 所以一定要超越出去 那么48大愿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超越世间的 轮回的大愿 那么这个超世的大愿建立出来之后 它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动力机制 它就会引导菩萨六多万份 这叫游愿倒行 由这个游愿倒行就必定圆满它的菩萨行 就必定到达佛果的位置 这叫必至无上道 在它超世愿的因中 就必能到达成佛之谷 应该国海 所以在这里法藏毕丘 法藏菩萨就非常庄重的说 诗愿就是这48大愿 如果不圆满的话 我就发誓不成佛 所以他建立重大的四年 是把圆满大愿跟他成佛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这个大愿圆满他才成佛 他法藏菩萨成佛也就等于大愿圆满 这两者是等价的 好 再看第二个记者 第二个记者就具体到它的慈悲心路 就是我要在完成大愿的这样的无量节的过程当中 都要为一切众生做大施主 来平等地救度种种贫穷痛苦的众生 如果不能做大施主的话 我就发誓不成佛 那这就是法藏菩萨在菩萨的六度当中凸显布施 作为总是 作为总是度化众生的一个刚中 布施一般会讲财布施 法布施 无微布施 这三种布施都是面对贫苦的众生 给他安稳的 那最大的贫苦 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 是他法上的精神层面的贫穷 所以最终要给他法布施 所以菩萨布施给一切众生饮食的时候 要做一个回向 愿一些众生得智慧之食 布施给众生饮水的时候 要回向让一些众生得到法味之水 用车秤来布施给众生的时候 要回向发愿 愿一些众生得到一些智秤 用衣服布施众生的时候 要发愿回向愿一切众生得到惭愧一 用香来布施众生的时候 要发愿连一些众生得戒定之香 所以物质层面的这种布施还要在法上 在他法上会面得到整剂方面 要回归到这个原理 所以我们从法上会发一个大事 我要做大师主这一点来说 他就念念戏源苦难的众生 第三个计则 法上菩萨发愿 到我原成佛道的时候 我的名号 声音要传遍十方无量无边的插头 所有的众生都能闻信我名号的功德 如果这一月 这个不能实现的话 我发誓不成功 这种究竟有不闻 是不成的觉 如果还有一个众生不能添为我的名号的话 我就不成 不成 这里是第一是体现着阿弥陀佛 就是法藏菩萨这种大悲普度 一些众生的深重的背景 另外一方面 他实施这个大悲普度的这种 这种大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就是名号 四十八大院包括在他的法事里面 都是凸显名号度众生 度众生的这样的深重的价值 和究竟的方便 这个以名号度众生 在这里还是不是显得太明显 在宋仪的无量寿经里面 他有四句话 也是在这个机子里面表达着 我若成正觉 地名无量寿 众生闻此号 巨乃我差中 如果我成就无上正觉 我叫建立无量寿的名号 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 只要闻到了这个名号 都能产生信心 都能伸到我的插读里面来 所以四十八大院 尤其体现在十八院 十九院二十院所展示的 五大级的思维 要平等普度 九法界众生 他最究竟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建立名号度众生 这是净土法门的一个 最本质的一个特点 但是有很多人 对这个四十八大院 不是太了解的 他总认为念这个名号 是很低级的方法 愚夫愚夫都能念 他就以为不怎么定 实际上 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 往往是最深奥的 最有智慧的 最慈悲的 所以建立名号度众生 可是法藏菩萨 思维了五大级之后 所产生的一个方法 用复杂的方法度众生 都很容易 用最简单的方法 把一些众生度尽 上至等级菩萨 下至悠悠凡夫 都能在名号的 功德之海里面 得到他的利益 这就不简单了 而且他发这个愿 为什么还要 让十方诸佛来 称扬赞叹他的名号 也就是使这个事能得到实现 所有的祖佛 在他自己住持的插头当中 都要宣扬赞叹 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所以这三个四年 实际上就是对四十八大院 这个高度的浓缩 了解的这三个四 也就等于了解了四十八大院 最本质的纲要 他的超视的特点 这种超视特点 也是从他的无缘大师 同体大悲里面显发出来的 大慈悲心就是出世的三个 他要为一些苦难的众生 做大施主 令一些苦难的众生 离开恐惧 建立名号 普度一些众生的方法 那么当这个三种 大的众世建立之后 要落实下来 不像一般我们常常发誓 发愿 发了就过去了 不能兑现 这就是空愿 这就是空誓 那是不行 所以下面发的这些 下面的记者 就是使这三个四年 如何实施 如何实施 这里就展开了 他的自行 在阴地 自立 在果地 化他的 菩萨的得业 从他自己的阴行来看 这里面都能够 向我们传达一个菩萨 他从哪里下手 修行 圆满大愿 普度众生 离欲 身正念 要离开一切欲望 修行 修行佛道 菩萨道 如果他的五欲 放不下 念念贪恋 执着 他是没有办法去修行的 所以一定要离欲 在所有的欲望当中 尤其是一个淫欲 那从法藏菩萨这样发愿以后 他表达他生生世世 他都要出家 要修离欲 离犯恨的 这样的一个修行 所以无论是世线 国王大臣 转轮圣王 他都最后要舍家弃欲 行作上 那么这个淫欲 在四十二章经讲 这个在所有的欲望当中 女色为欲 其大无外 这种欲望之深重之大 是残果人心极重 如果世界上还有个 跟淫欲的这样的烦恼 一样重的一种烦恼的话 那普天之下 没有一个人能修到 所以法藏 比丘在这告诉我们 从哪下修 从淫欲下修 鲁家文化也讲 你怎么明明得 格物 格 格就好像一个人 跟蒙福 格斗一样的 要把那个物欲 给它格下去 你格下了这个物欲 格出的物欲 你才能够自知 自良知 良知良能向前 才能够诚意正心 鲁家修行 他也要谈对欲望的格出问题 佛法的修行 如果你一天到晚 这个物欲 还床床一凶的话 你是很难度到的 就是出家 身虽出家 心不染道 那离开的这个欲望 物欲 尤其是色欲 它就能够产生 禅定 就有甚深的 禅定的三昧的 这种正念 这样由这个 禅定正念当中 就能产生 清静的智慧 净慧就是 般若的智慧 不染一层 不落两边 那么般若的智慧 现前又能帮助他 修行清静的犯恨 这实际上就是讲 戒定慧 修戒定慧 三无漏学 那么修戒定慧的目的是 一个崇高的志向 求成佛之果 自求无上罪 那无上真就是 佛陀的一个名称的表达了 佛的表达 那下面就对于 佛的功德 做了一个描述 佛为足天人士 神力眼大光 普照无忌徒 消除三共鸣 鸣记众文 就是佛首先用他的生业 来救度众生 他为一切天人之大导师 有神通的力量 放出至圣的光明 这个光明就平等普照 无量无边的岔土 佛的深夜放光 这个放光不是无目的的 是为了度众生的 众生都在贪嗔痴 山沟烦恼里面 我们内心都很漆黑 暗明 佛放光是消除众生 这种无明黑暗的 这叫消除三共鸣 用这个光明 来整记一些众生的恶难 整记恶难就是 他的分段生死 八苦交接 三苦八苦 一百零八苦 乃至无量的痛苦 都是众生 必然遭遇的恶难 所以佛的光明来整记 这就是用小乘法来度众生 那么光明还能开发 众生的智慧之言 智慧言就等于 无言里面的慧言 慧言是能够造 造见诸法的空性为慧言 那么当我们空性的慧言显发出来 就能灭掉我们无明的黑暗 破无明 这就用大乘的妙法来普度众生 那么还有就是用人天之善法来度众生 避塞诸恶道 就是关闭三个道 怎么关闭三个道 能够修五戒十善 就不会到三个道里面去 通达善曲门 你能修五常五戒十善一道 就能到达三善道乃至天道 所以这是用人天之善法来度众生 所以就是佛 他放光所显发的佛法 也是用五称的佛法来整记众生 那这也是做大施主的一个内涵 那么这样在果上就功着成满足 功就是他的功德的阴行 着就是他果上已经完胜了他的福德 他的果味 这些都成就圆满了 成就圆满了 他就具有威德 具有光明 就能朗诏十方 无量无边的岔土 一切日月的光明 在这个果地上成佛光当中 也就收敛了他的光明 就在佛光当中 日月的光明是显现不出来的 这就好像是他收敛了 收起了他的光明 那这个一个菩萨他发誓在他的成佛的这种果地上 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法 成佛度众生就是以讲经说法的形式 表达出来的 所以这个说法 讲经说法像狮子猴 狮子猴一般包含着三个类伍 就是你一个说法者 一定要如说而行 如行而说 你说出来的跟你的形式上要一致 当你自己都做不到的时候 你就想要别人做到是不可能的 有足己才能求助人 所以一切讲经说法都要把它作为原则 你自己做不到的 你不要去说 然后狮子猴是无畏说 无有畏惧 狮子猴就是决定说 斩钉截跌 没有一点含糊 没有一点怀疑 所以讲经说法 具有这三种内涵 它就有狮子猴 当然一个狮子猴 也能够像一个雄狮 在猴叫的时候 那些小狮子 也能够增长他的威势 一些百兽赶紧浅中 就是那些外道邪见 在这个佛的狮子猴的说法当中 他都不敢吭声了 那以这个说法 狮子猴的说法 广度一些众生 度过种种的恶难 灭除无名的烦恼 这就叫法供养 那么法供养在广袖供养当中 他超过一些财供养 这个法供养为罪 所以能够度化众生 讲经说法 也就等于是供养一起活 在这过程当中 具足无量功德的根本 他这个无量功德根本本实际上就是怨慧 就是功德的根本 怨就是前面的四十八大怨 这种慧就是这个剂子产生的事 这个事也是从玻璃智慧升起来的 这个愿会细成满都能够成就圆满 这样当这个愿 事愿都成就的时候 就能成为三界众生的大雄 三界 色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大雄就成佛了 这种四院圆满就为三界之雄 这就等同于跟十方诸佛一样的无碍的智慧 十方诸佛无碍的智慧是通达法界 一切事理因果性向夜圆真相 无不知无不见的 通达弥不照 佛的这种智慧如大圆镜 能够照见一切的万象 先毫不遗 通达弥不照 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发愿 愿我这样因形果德的功德的力量 跟十方最圣之尊 就是十方诸佛的所有的功德 其等 那么这就是十个计指建立誓言 建立誓言最后计指就是 请求内向感应 就是印证 就是我前面的四十八大院 以及我现在发的这个试 能不能实现 请求验证 所以十月就指四十八大院如果能够刻果能够成就圆满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应当感动 这是求第一个对象 三千大千世界要震动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虚空 虚空有很多来天法的足天 天龙八步 应该能够遇下下他真妙的天花 好 当这是无量节前 在赤字在王佛 那个法会的时候 法藏菩萨建立的大院和誓言 这是由释迦牟尼佛来宣说 就是从无量久远的一个时空态里面 来追溯的这一段 马上他尽头就切在当下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 那佛告阿难 法藏菩萨说完了这个祭诵以后 当下因时就是一说完 他请求内音的阶子声音一落下来 马上普遍六种震动 大地震动 六种震动就包括他的地面的摇动 然后涌起来 起 起就是他的高地不平 涌就是一般六种震动 几种表现形式 三种是形状上的表达 就是他动起来了 他像波涛一样的 这个他高低起起来了 这个涌起来了 然后他三种声音 震动的声音 猴 猴鸡 猴大猴的声音 还有香吉的声音 现在一听这个震动 就是地震 我们都很恐惧 哎呀 一地震那得了啊 那死亡就到了 好像世界末日似的 但是这个时候内音这种 这种六种震动 大家都很快乐 不会有恐惧感 是一个很吉祥的事情 就代表我们的心地哦 无量节以来都板结在那里 震动的把我们的一切善根的种子 都给他萌芽了 激活了 通过这地震延浪 那时候都会有震动 但佛说这种震动 包括菩萨要求震动 一定是大吉祥的东西 不会有死人的现象 如果一阵地都裂开了 大家刮了一下都下去了 下去了地面又平了 那真麻烦了 余慧法庄都不见了 这次据说四川地震 就是会跌开 很多逃命的人 就像跳一个一个沟样的 这里正好 他一跌开 如果没有跳过去 就摘下去 摘下去 但地又平了 你看看 到底死了多少人 统计不出来 他已经到地下去了 这有点深深陷地狱的样子了 皮膊打多 其实就不是这样子吗 要害佛的时候 否则地面裂开了 他就摘下去了 摘下去地面又平了 这叫深深陷阿比地狱 法伐会上 释迦牟尼佛授记 提波达多成佛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时候 他不是在这个法伐会上 他在阿比地狱里 虽然在阿比地狱里面 佛还给他授记 那么六种震动 当下虚空当中就遇 欲出奇妙的天花 来善在这个 四字在王佛身上 法藏菩萨身上 乃至于余会的大众身上 而虚空当中也法而自然地出现了音乐 那么天人可能奏响的音乐 那么虚空当中出现了一种赞叹的声音 这种声音说决定必成无上整觉 就说你法藏菩萨 决定必定成就 必定成佛 说他必定成佛 实际上就同时说你表达你四十八大愿 包括你这个事 决定能够圆满 所以我们看四十八大愿 每一愿是落不而者不成正觉 落不身者不起正觉 都是直接的把它成佛 跟大愿的圆满 这个街上的关联了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感应 跟我们的这种启示是很深的 为什么一说文大地震动 天雨 妙花 虚空出现一种声音 这表明四十八大愿的产生 它的缘起的大不可思议 由于四十八大愿 就前面讲的一切众生得到大饶意 一切众生由于阿难尊者这一问 都得到了拯救 所以这是法界当中一件大事因缘 这个大事因缘得有一个巨大的内向来表达的 叫做超市大愿 所以法尔自然的会得到这种感应 那法藏菩萨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内向 这也说明不简单 说明他知道法界当中的一个奥秘 就是感应之不可思议 这个四十八大愿是五大节的思维出来的 是从他的大慈悲心里面出来的 那这种事情在一切诸佛的 所正的法身里面 在十方诸佛的慈悲的佳疲里面 这种事情肯定是十方诸佛了了之道的 所以法藏菩萨有这种自信 我这个能感能不能获得一种印相印的东西 那这个十方诸佛所印 包括法身功德的印证 是能够对一则是对法藏菩萨 有一种巨大的鼓舞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会的大众 会产生极大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这种内向感应印证 是对未来的众生 你长深重的像我们这些众生产生信心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对四十八大愿的内涵 还是信不及哦 看看十八愿 你自信心要预算我乃至十年就能往生 这就是很多人还是信不及的 念十生就能往生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所以这种内向感应 能够让为了一张深重的人 充满着种种怀疑的众生 产生产生信心 他还要打到这个目标 那么法藏菩萨是有这种绝对的信心 一定会有感应的 如果没有 如果他真的说起来 我如果这个愿能实现的话 就希望大地震动 天与妙花 这个求这感应 如果一求没有反应的话 那下不了台哦 是不是啊 那真的下不了台 人家都会 余会大同都会嘲笑 得了吧 得了吧 你大概五大节都在那睡觉 但实际上有感应 这种感应我们可以理解为 更深层的法身佛的印证 然后余会的虚空的天龙八步 印证 所以大家就很有信心 法藏比丘也是充满着欢喜 这种法界的一大缘起 从释迦牟尼佛放光线内 到法藏比丘受完大怨的 这种请求对象的这种感应 以及后面 这个阿难争者面对西方 祈求阿弥陀佛现前的这种印证 你看从始到终 都是这个佛充满着慈悲 用这些来启发我们的信心 来巩固我们的信心 都是用不可思议的方法 这叫神道释教 圣人是以神道释教的 神不是神仙的神 神就是不可思议的人 神妙莫测之道 来施舍教吧 那我们对神妙莫测的大怨 以及大怨救度的功能作用 产生不可思议的信心 所以无量寿经所展示的 始终所展示的 以及他修音正过全个人 他都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神道释教的一个特点 神教释教我们周一里面提出来的 圣人都是以神道释教 我们长期以来把神道释教以为是封建迷信 实际上这里面是具有着不可思议的 因果的法则的 是具有着在我们现象上 繁复境界和一个着佛境界的 一种同体复印的奥妙在里面的 实际上周一里面他也在谈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一挂下去 显现的就有不同 他的吉雄毁令就会出现他的信息 你如果再有他的便谣 这个复挂等等出来 基本上你这个382个窑 把你宇宙人生所有的信息 都能够给你展示出来 他所展示的从哪展示 他要有一个体性 意知体 意知体就是无私也无为也 极然不动 有一个极然不动的意知体 但是有感 感而随通天下故也 你有感马上意知体就会有因 所以这个他就是感应 非天下之至神奇俗能于此 这是天下至神妙的东西 才能够你一感马上显现出来的 这显现出来的信息是真实的 是不骗人的 那么法障菩萨 他是从法性里面属产生的48大院 那么这个法性十项 也就是一切众生属正的法身 共正一法身 这样的十方之后共正的一法身 对于法障菩萨称性 起得48大院 他就是体和用的关系 于是你只要一感法身 无形无相的法身一定会有因的 所以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就是法身佛的印证 所以这种虚空传来的印证 不仅是世在自在王一尊佛的印证 乃是十方三世一些祖佛的 对48大院圆满成就 普度一些众生功能作用的印证 那么最后一句话的总结 就是于是法障彼丘就具足 修行圆满了如是48大院 得到印证了 那这个48大院就成地不虚 是真理 是真实的 成就是至成 真成 地就是他的真理的要素 是不虚妄的 是不参甲的 是没有水分的 这就叫称性大院 称性发出的大院 有很多人一听称性是什么意思 称性就是称和法性 十相 一真法界 十相真奴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48大院全体就是十相 就是一真法界 所以这样的48大院是超出世间的所有的 一些功能作用 这里又特别推出出世间 超出世间 所以你再怎么说 48大院的本质特点就是 出世间法 我们千万不要把 净土法门放在世间法的层面去理解 世间有世间的善法 但这个净土法门指向的是 初世间的原顿大法 这里面是不可等量奇观的 我们可以讲鲁家文化 讲各种善法 我们也要随喜赞叹 但是从他的境界功能作用来看 是不能跟净土法门在同一个层面去比量的 那么法藏菩萨就心要极灭 好 这句话 你看心要极灭 极灭就是十相涅槃诺 前面 这个讲四十八大院建立 也是法藏比丘 在阿兰罗 在寂静处 在那里思维 他思维也是进入 极灭状态当中思维 所以他的四十八大院 跟这个极灭法性 是紧密相关的 体和用 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四十八大院 就是从这个极灭法界流行出来的 然后他发出来之后 一切由怨导行 又回归到这样的极灭法界 所以他无论是粗还是辱 都要在用身心去耗耀它 耗耀这个极灭的这种实相 从实相当中 升起西方极乐世界 无尽庄严的元素 然后一切救度众生的这些方法 也把一些众生 又回归到这个极灭状态当中的 所以自治之中都有 生 药 极灭 所以不是仅仅是在动态方面的 这个归根还是在极灭的状态 无量寿的状态 所以这也反映了我们修行的一个奥妙 如果我们一切修行 一切菩萨道 没有跟极灭的法性 接上一种互动的话 我们就是无缘之水 无根之木 很难成就空中流血 所以这个极灭 也是超出一些世间的 也是出世间的东西 好 请看一下 经文 阿难 法藏比丘 于其佛属 逐天 魔 犯 龙神八部大众之中 发失弘事 见此愿意 一向专制 庄严妙度 属修佛国 开阔 广大 超胜独妙 建立常然 无衰无变 于不可思议 其造债永结 即知菩萨无量得恨 不生欲诀秤诀害诀 不其欲想秤想害想 不着色身相未出法 忍力成就不计众苦 少欲知足 无染慧痴 三昧 三昧常疾 智慧无碍 无有虚伪惨趋之心 何言碍于 先亦沉问 勇猛精进 自愿无劝 专求清白之法 以惠吏群身 恭敬三宝 奉仕师长 以大庄严俱众恨 令足众生 光得成就 好 先看这一段 这是极极得恨第七章 这一章主要是表达 法藏菩萨建立大愿 以后的菩萨行 游愿倒行 就是介绍阿弥陀佛 因地修行的过程 内涵方法 我们普贤四大愿望 其中有一条常衰佛学 好 现在这一段 就是常衰佛学的 具体的内容 我们跟阿弥陀佛学 阿弥陀佛是怎么成就的 提供了很多因地修行的方法 诀窃 大家不可草草度看过 释迦牟尼佛又告诉尊者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提醒他注意了 法藥比丘在四字在王佛的所 就是法会上 那法会上有无量的余会大众 有逐天 逐天包括 这个欲界的六天和师界的十八天 魔 魔就是摩天 这个第六天 大伴天王 还有龙 龙就是水族动物里面最尊贵的 那么八部 八部有这个锦拿龙 夜叉龙 这些 那么这些天龙 一般讲天龙八部 天龙是最有神念的 以他为首八部大众 那都很多 这个余会大众 就发出这样的红寺大愿 那么这时候发了之后 见此愿意 就是四十八大愿已经建成了 见就是开始来住 一般讲见立 见是开始在住 立就是完成了 这里开始见这个愿 以就是完成了 好 完成之后 这就好像是 他用五大节来设计的一个蓝本 设计图 规划设计图 规划设计图 你不是设计好的去放在那里的 你放在那里 规划设计图还是一个图而已 一个设计而已 你要把它实现出来 好 那么法藏菩萨就开始起行了 就是实现他这个大愿的这样的行动就开始了 这行动开始第一句就非常重要 一向专制 庄严妙动 这是一种大事 那要完成得要有精进勇猛之心 在动精无央数节 这个不可计数的时间场合里面 就是做这一种事情 所以这就一向 专心自制的 来庄严完成 这个奇妙的刹斗 我们说一个有成就的菩萨 这就是他的一个修行的秘境 一向专制 这个大圣经典讲 阿毕八字不退转的菩萨 他有个特点 就是常行一法 就是恒常的修行一种法 以这一法总设一切的善法 这就是阿毕八字菩萨修行的特点 那么相比较繁复众生 他正好相反 他喜欢多元化 喜欢搞很多 你搞得很多 心很散乱 今天张三明天理事 今天修这个 明天修那个 这正好是繁复众生的一个特点 它是很难成就的